当我们看到要Proof一个数是不是有理数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这个数可不可以写成一个份数的形式 也就是p over q 这样的 而同时要令到这个份数有意义的话 当然另外一个顺带要符合的条件就是 份母的部分是不可以等于0 那我们看回这个数 这个数其实是一个份数的根号 分数的根号我们先看看这个份子的部分 份子的部分是1 1开完方之后出来又是1 p就当然是一个整数 那这条数tricky的地方呢 它就要你Proof绿色框框这个份母的部分 它是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如果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perfect square的话 它开完方就可以用一个Q 也就是用一个整数来表达的话 那这条数也就是这个表达式 当然就是一个有理数 那所以我们的题目呢 跳一跳转一转的问法呢 那就变成了我们间接上要Proof 份母的这个数字 究竟是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呢 那首先我就要问 份母的这个数字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数字呢 嗯我看到这个数字它的个位数呢 是1.5来的 那然后呢 5的左手边呢 它由1堆2组成 那1堆2之后呢 它又有n-1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n-1的话 那就是它左手边没有东西 那而n-1的话 就是它由1.2 然后右手边它是1.5 那就是25了 那一看就知道 嗯这个数是25 那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吧 那如果n-2的话呢 那也就是这个数就会变成1.1 2.2 最后面加5 就是1225了 那1225呢 它也是一个完全平方数来的 那再继续下去了 那如果n是3的话 那就是它2.1 3.2 1.5 那这个超过10万的数呢 是不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呢 就接着来我们要Proof的东西 那我们首先知道这个数是什么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数学上第一步要做的呢 就是要将这个这么吵架的数呢 写成一个数学的表达式了 那怎样写法呢 我们就要用我们paste value 那里学过的东西 也就是进位制 那怎样进法呢 我们先很简单地用这个1225来做例子 1225 它讲到明呢 它其实就是1乘以1000 加2乘以100 加2乘以10 再加5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道理 将这个数字写成一个数学的表达式 那怎样写法呢 首先 我们要看一下就是 有一对一 那这一对一 总共有多少个1 那有n-1 n-1个1 组在一起 那我们要数的就是要数回 这一最右手边的这个1 是第几个位 最右手边的这个1呢 它是第... n-1 还有一个5 n加1个位 那要乘以10 的n加1次方 然后加 又有一堆2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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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堆2有多少个啊 哦...总共有n个 有n个2 是在一起的 那... 最右手边的这个2 是一个什么位啊 这个2肯定是10位 因为个位 个10 那10位就是这个2 那所以呢... 这个就乘以10 那然后再加5的 OK... 那我们搞定完这个进位制的问题之后呢 之后我们就要... 嗯... 这里是n-1个1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又转眼 很快地过来看看这里啦 如果简单一点 就不要说n个了 那我这次明确一点的 如果有3个1 四万整 即111呢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可以说它是... 嗯... 999 除以9啦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3个1 写在一起 那就是999 除以9 那也就是等于... 10的3次方减1 除以9喔 那我想大家都猜到之后的 可以怎么处理的 如果我们有3个1 写在一起呢 那就可以... 写成10的3次方减1 再除9啦 那既然是这样 今次我们有n-1个1 这样也可以跟我们的1 再生成1 那我们可以里面的2 即是可以写成... 10的n-1次方 减1除以9 后面这个就照抄 然后再加这个n个2乘在一起 也就是10的n次方减1除以9 10的n减1次方除以9 也就是有n个1 1不是22 既然是这样的话 只要把1乘以2就全部变成22 只要把这个乘以2就全部变成2 这一个表达式也找到一个替代化 之后后面这些照抄的乘以10加5 OK,那搞定了 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呢? 看到这里又有份数,这里又有份数 我们比较难处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索性拔了9分1出来 然后里面那些呢,我们就要处理一下 砌一砌它 砌完之后呢,我们好像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数 好啊,经过处理之后呢 我们会找到,括弯里面呢 就是10的2n次方 这个乘这个就会出到2n出来的 然后再砌一砌 这样,左右一砌一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嗯,有点面线啊 这个10呢,如果我们借加e 导成2乘以5的话呢 那这个当然是5的2次方啦 那会有a的平方加2ab再加b的平方 那这个好像是一个完全平方数来的 没错啦 那再来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导成一个 10的n次方加5 将这个9分1踢进去 over3的2次方啦 那既然是这样 它可以写成一个完全平方数哦 份母的部分 我们可以prove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一个完全平方数 砌完方之后呢 就是一个整数啦,是不是 那份子份母同时是整数 而份母当然不等于0啦 那是这样的话 好了,我们这条数就证明完了